各位親愛的一個投資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不要補天地 今天來到了9月22號禮拜一了 從今天大盤指數再一次的一個下沙 甚至盤中指數一度重挫大底134點 你看到了什麼? 你看到了一個老師真正的一個實力跟本事 所以面對這樣的一個行情 真的你今天你能不能夠買對股票跟對老師 真的是非常的一個重要 那麼隨著今天的一個大盤這樣的一個下沙 甚至在過上禮拜的一個低點 雖然尾盤是一個小小的一個上引線 但是老師要跟大家一起來探討的就是 這樣的一個下沙需要過於悲觀嗎? 需不需要? 所以這一段大會他們到底在想什麼? 為什麼我說大會跟你們想的並不一樣 或許很多人看到今天這樣大盤從9500里 這樣一路的下沙 在上禮拜反而上來今天再度的一個探討 很多人可能對於這樣的一個行情 會感到很無奈 會感到很彷徨 會想說 我們就管會給一個主委告訴我們說 這個禮拜三 亮人會慢慢的一個回溫 後世行情穩健樂觀 到底真的是不是這樣? 像這樣的一個行情 到底這些的一個大戶 他們所最為關心的是什麼? 大戶他們所最為關心的是 這樣的行情 到底他的後世的行情發展 它會不會有崩盤的一個危機 如果說今天沒有崩盤的一個危機 我可以告訴大家 對於這樣的一個拉回 反而大戶啊 現在大家都在關注的焦點就是 到底現在的一個拉回哪些的一個股票 是未來選前的一個最佳主軸 這才是大戶現在所目前所在考慮的一個事情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像今天的一個行情過程當中 如果說透過過去2000年的泡沫危機 我問你 現階段的一個行情 有沒有像之前2000年泡沫危機這樣的一個情況 當時2000年泡沫危機 造成全球的一個景氣的一個衰退 所以使得一個大盤指數 從萬點一路奔到3411點 連跌了一個21個月 現在的一個情況 有沒有跟當時候的一個狀況一樣 並沒有 還有啊 在2007年跟2008年金融的一個大海峽 當時候也是因為啊 美國發生自帶風暴 以及什麼 雷曼兄弟的一個倒閉 使得一個全球股市啊 哇跟著的一個才很重挫啊 跟著一個打噴嚏啊 也使得當時候的一個大盤 從9859點一路下沙到3955點 連續跌了14個月 但是我要問大家的是 現階段的一個情況 有沒有出現這樣的一個行運 並沒有 我們可以看到 9月4月 因為現在人出口連氣紅啊 在未來的一個第四季 整體國內經濟成長 仍然可以持續往上 所以短線的一個下沙 它只不過是因為短線的一個 利空運數的一個干擾 而當這些的利空運數淡化之後 緊接下來的 又是一波行情的一個展開 這個才是你未來 所要掌握的一個方向嘛 所以啊 我時常跟大家說過嘛 贏家的思維是什麼 贏家思維所想的跟你們不一樣 為什麼 因為他們所想的是一個 未來它的一個趨勢會怎麼樣 所以人家現在想的是 指數根本是放兩邊啦 但是最重要的是個股要擺中間啦 現階段買對股票才是最重要 第二個 就是我時常跟我會員朋友 跟大家講的 不為買股票而買股票 我們可以看到 買股票最重要目的是為了賺錢 但是我們可以發覺啊 很多投資朋友都是為買股票而買股票 哇看到今天哪一檔股票漲 以為這檔股票後市就有大行情 其實 這樣的一個觀念 我也不能說大家有錯誤 只是大家都受到外面 很多那種錯誤的一個觀念所影響 但是老師要告訴大家的是 真正以檔比較具有爆發力的一個股票 它一定是什麼 一定是建立在一個業績 能夠持續成長的一個基礎之上 所以 我時常跟大家說過 我們今天來到股內市場最重要的目的 就是為了賺錢 賺錢是為了過更好的一個生活 那麼第三個 也就是我們在選股人的方面 我時常跟他說過 買對就不怕買貴 因為你唯有在對的趨勢上 選對的一個產業 買對的股票 才是你決戰獲利至勝的一個關鍵 那麼到底先決戰要選什麼產業 要買什麼樣的一個股票 之前老師就跟他說過 選錢啊 不得獲缺的三大指頭 第一個MMT 第一個MMT 第二個就是特定利基的一個產業 那麼MMT包含有一個印划跟預減 我們持續鎖定印划 然後特定利基型的一個產業 就是國內的一個怎樣 有樂趣的一個設備的一個智慧 然後Apple Pay的行動支付 所以大家如果這支蘋果的一個出來 這支iPhone 6 iPhone 6 Plus出來 真正的主軸是在這邊啊 不是說今天的一個蘋果賣了多少次 是未來的一個方向 所以你會發現力望啊 最近力望標的很兇 精神也是 這些股票都是過去這一段時間標的最兇 也是老師在節目上一再跟大家強調的一個方向 包含了一個同婚 還有我們所訂的一個籃珠 那麼再來阿里巴巴 哇這個就是未來的一個怎樣 未來不可或許 大家必須要關注的一個焦點 因為阿里能夠在15年 創造中國電子商務的龍頭 這個代表著是另外一個崭新時代的一個來臨 那麼相關的一個電子商務到底有哪些 可能大家印象的就是什麼 網家或者是自貫 但是說真的網家自貫我不會買 因為阿網家 第一個股價如果本利比現在來很良 可能有點偏高 但是自貫因為它有遊戲類的一個方便 因為受到大陸的禮控 可能你可以看到今天的自貫反而下殺 然後岳豐這一檔的一個題材 目前也有大戶坐在教職上 然後包含了一個雜貫通 這個是一個比較短線的題材 但是我們要真正來鎖定的是阿里能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如果談到金屬的一個機殼高階的金屬 首先看的就是什麼 看可乘而已嘛你不要想太多 高階就是看可乘 因為在高階的領域就是 有可乘獨生可乘獨大 所以你可以看到 過去這一段的一個時間可乘怎樣 大漲兩波 但是你看我們要帶我們會員朋友來鎖定的就是這一檔 哇7月14號51塊半 我相信這一檔的股票 如果你是長期我們鎖定我們的一個節目 在中間你閉著眼睛你隨便哪一天買 今天都是大賺 從五字頭到九字頭 已經多少 玻璃不用我數 為什麼今天的一個一毛今天能夠飄那麼兇 很多人都想不到對不對 很多人看到他的一個財報 哎呦 老師財報又沒有什麼 第一季才賺一塊多 第二季不過才賺0.16 財報數字 看不出他們都長到九字頭 這個就是老師的一個價值 因為老師幫你們掌握第一手的一個資料 你要等到他一個財報數字出來的一個時候 我告訴你太慢了 因為你現在高階是看可乘 今天還是那麼的一個漂亮啊 今天的一個整體的一個走勢 都沒有改變 我相信大家都有目共睹啦 那麼在AP的一個怎樣 的一個體感 大型遊樂器智慧 那麼今天是拉回啦 那麼今天時間關係 我先不跟大家談這一檔 所以當然我還是持續的一個看 那麼在Apple Pay的一個行動支援方面 我就跟大家說過 這個是未來的一個焦點 所以你會發現喔 這一波的一個慾望 哇 大漲九成了 那這一波的一個清成 哇 也標了一個三成 然後呢 這一波的一個同分 哇 這樣也是從這邊標上來 也是差不多有四成左右 那麼下一檔呢 這一檔 老師啊 給大家說的 我相信未來的評論大家就有目共睹 你可以看到你今天跟著老師的動作 我不會帶你去追高 很多人是跟他拉上去 哇 來到61塊9 哇去追高 然後殺下來一根黑天棒 哇 心理就好擔心了 但是你可以看到 我帶你買在這個地方 買在這個地方 那你今天你可以看到 你是不是買的安心 又能夠怎樣 賺的開心心 為什麼我會看好這一檔股票 這一檔股票 不僅未來它的一個營收 它的一個獲利 非常的暢旺 包含它的一個加密寶 因為你現在 我們在行動的一個支付的一個方面 你市場上那個個是會外洩嘛 所以 它剛好搭上什麼 搭上蘋果 Apple Pay的一個列車 也剛好要搶進什麼 大陸網購的一個金融電子商務 這一塊的一個市場 那麼這樣的一個產品 九月份正式上市 會帶動它的一個未來的營收大爆發 所以你會發現最近誰在買 為什麼最近很多人看到這檔股票 那一間的一個長長黑黑棒 以為它要瞎殺回來了 為什麼它不拉回 到底在哪一邊 技術品老師不是不會看 技術品老師比任何人都還會看 最重要的是什麼 最重要的是它的一個未來的一個長光 那麼再來我們可以看到 在整體的一個怎樣 等一個阿里巴巴的一個受惠股 往這股價拼高 但是置換你會發現 哇 最近的一個股價其實並不漂亮 所以像這樣股票就比較不建議 但是月豐 它整體的一個形態都還算OK還不錯 然後翟貝通說真的 短線做做OK啦 長線可能它的爆發力沒有那麼大 但真正有爆發力一定是要跟對岸連結 能夠通知兩岸甚至全球國際的一個怎樣 的一個商務跟物流 甚至宅配這一塊的市場 那這一塊的市場 老師在上禮拜五的時候 老師在廣播節目跟電視上節目 就跟阿菲講過這一檔的一個股票 那這一檔股票老師也送過給大家 那我相信大家有目共睹 今天大盤點100多點 但是這一檔的一個股票 照樣上漲 照樣再創新高 這就是一個老師尋股的一個功力跟實力 所以各位現在的投資朋友 你未來你想要賺多少錢 取決於你現在的一個決定 同樣100萬 你今天你跟對老師 你很快的買對股票 馬上賺五成 並不是問題 但是如果說你買錯股票 你跟錯老師這樣一賠 剩下50萬 各位啊 差三 不會你差金錢 你五十萬 你要變成你的本質100萬 噢 那變十分了 所以你第一個時間的決定 你非常的一個重要 我相信不論是過去的一個印華 我們怎麼樣帶會員朋友 這樣一路賺上來 我相信大家都有目共睹 包含了一個科技新貴的新漢 累進9根的一個掌停板 甚至在8月22號 老師還之前跟大家說過的 你可以看到8月22號 這樣一路飆上來 也是超過兩根的一個掌停板 我相信我們的一個操作 大家都有目共睹 如果說過去 老師跟他所分享的一個股票 這些你錯過了 那麼下一檔的一個印華 你不想再錯過的一個投資朋友們 我們非常歡迎大家 你可以用廣告中的一個電話 跟我們現場處理人員 來做一個聯絡的動作 也非常歡迎大家 來見預約明天盤中 絕佳的一個好買點 最後祝大家操板順利 我們禮拜三同一時間再會了 拜拜